这只法斗房小主人跟房贼一样 他看到男孩起身去上厕所 立马堵在门口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 当小主人从卫生间出来准备回屋时 狗狗一边扒在他腿上 一边刺着牙疯狂咆哮 而男孩也像习惯了一样 门头就是往前冲 可惜在逃回床上的最后一面 还是被咬到了膝盖 这种情况基本每天都会在家里发生 不管小主人在卧室还是客厅 这条狗都像故意找茬似的 追着它不停攀咬 有时候妈妈看不下去了就伸手阻止 可结果同样是被咬 其实针对法斗的攻击行为 男主人也做出过猜测 他觉得这条狗可能是有意在威胁弱势群体 因为它不光咬自家孩子 到了外面也会攻击其他小朋友 每次出门散步 都是男主人最紧张的时间 只要他稍稍疏忽一下 狗狗就有可能吓到别人 除掉上述那些攻击情况外 还有一种行为会刺激到发动敏感的神经 那就是用吸尘器做大清扫 明明来到这个家已经三年多了 可是直到现在 他都无法适应吸尘器的声音 只要一启动就开始疯狂吠叫 不管主人怎么解释 怎么劝说都不管用 如果把狗狗逼几眼了 他就会给女主人也来上一口 目前为止全家人里唯一没挨过咬的 大概只剩下男主人了 毕竟他跟狗好的情通手足 连老婆儿子都顾不上了 说到这个话题 女主人虽然面上依旧带笑 但声音听起来着实有些咬牙切齿 他说自打这条狗三年前到家开始 丈夫就一直要求把狗狗带床上睡觉 起初那段时间他也同意了 但问题是法斗晚上打呼噜 还总是哼哼唧唧的 可女主人睡觉又浅 所以失眠了好一段时间 跟丈夫说完这个情况 男主人也表示理解 然后就把床铺被褥搬到地上 陪狗一起打了三年地铺 天天搂着狗睡 这个过程中 孩子又因为晚上怕黑 从自己屋里搬到了父母的卧室 晚上跟妈妈睡床上 爸爸打地破 一家三口这么凑合了三年 不过要光是这样 女主人也不至于怨气这么大 真正让她无法接受的 是现在丈夫白天也啥都不干 有空了就跟狗赖在一起 孩子不管 家务不做 连老人都不照顾 往地上一摊 等着老母亲把饭送到嘴边 唯一能让女主人欣慰点的 大概就是在找训犬师这件事上 丈夫没有跟她对着干 夫妻俩难得达成共识 只希望狗狗不要再攻击孩子了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 节目组首先安排两位嘉宾上门 看看这只法斗对陌生成年人会有什么反应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他并不像男主人先前说的那样只攻击孩子 当嘉宾把手递给狗狗闻味道时 他毫无预兆地翻脸了 虽然只是单纯在废教 可这种兴奋状态 一直从玄关维持到了客厅 哪怕所有人都做好开始聊天了 男主人还得抓住狗狗 不让他扑到客人身上 而这种情况在女嘉宾抛出零食 试图跟狗狗打好关系后 变得更加失控了 看到这个情况 男嘉宾突然问了主人一句 通常每天遛几次狗 没想主人的回答 居然是两周一次 话音刚落 这只法斗就因为抑制不住兴奋 突然间扑到女嘉宾身上攀药 多亏孩子反应及时拦了一下 否则肯定会刮到手腕 为了进一步观察狗狗的情况 嘉宾提议给他拴上绳子 出去溜一圈看看 但跟男主人牵绳不同的是 嘉宾已经习惯了训犬师的教育方式 只要法斗往前使劲 就会被用力拽回原地 这样反复几次后 哪怕一行人到了公园 有好多孩子在旁边闹腾 狗狗也没有咆哮 没有激动 只是这一路上 哪怕隔着口罩都能看出来 男主人心情不好 他全程都低着头紧盯狗狗 步伐小心翼翼 嘉宾没扯一下绳子 他都要跟着顿上一下 看起来心疼得不得了 而当嘉宾把千绳递给孩子 让他模仿自己的动作遛狗时 男主人终于憋不住了 等散步结束回到家后 狗狗的情绪明显稳定了不少 没再像开始那样胡乱咆哮了 不过唯独在面对女嘉宾时 依旧会冲上去扑药 喉咙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这种状态下 两位嘉宾也不敢再留了 看来导致法斗激动的原因 远不止散步时长太短那么简单 他们起身跟一家人挥手告别 男主人的妈妈跟儿子都出来送客了 唯独他抱着那条狗站在远处 一会儿轻轻叫 一会儿轻轻嘴 沉浸在二人世界当中 连儿子送客回来了都没个反应 这一幕两位嘉宾并没能看到 但守在监控前的训犬师 看了个清清楚楚 所以他上门后第一件事 就是让男主人给疯狂咆哮的狗 拴上牵引绳 然后把绳子交给自己 训犬师告诉男主人 看眼色这种事情狗比人做得更好 因为他们会偷偷摸摸地给人排序 通过这个顺序寻找弱者 再把欺负弱者变成一种乐趣 就像现在 这条狗跟他保持着一定距离 虽然并不会对视 但肯定会悄悄偏头观察训犬师的反应 针对这种狗 主人最需要交给他的不是爱 而是规矩 训犬师一边说 一边打开安全拦进了客厅 就把这只法斗单独丢在门口 任何人都不用去理会 但他硬是一声美感叫唤 亮了他十来分钟后 训犬师让男主人把门打开 不用理他直接回客厅就好 而法斗慢慢悠悠地晃了一圈后 趴到了客厅中央 虽然看起来很乖 但表情写满了不服 而这种状态通常是最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哪个动作 会触及他敏感的神经 让狗狗抱起咬人 不过同样的 这种会看颜色的狗也很好训练 他不是讨厌吸尘器吗 那接下来就有最爱他的男主人 拿上他最讨厌的吸尘器 慢慢靠近试试看 在足够讨厌的事物面前 男主人那点爱根本就不够看 先前还说 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没被咬过的人 现在掂量一下 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 让这条狗讨厌的举动吧 每天看狗的眼色生活 狗当然也乐意收个小弟 接下来男主人就按照训犬师的要求 举着吸尘器离这条狗越来越近 而当对方发现 无论自己今天怎么发脾气 几位主人都是无动于衷的状态后 突然间掉头跑向了玄关 不过训犬师并没有让男主人停下 反倒要求他继续逼近 一直把狗挤到门边的角落处 从最开始的咆哮变成安静 身体也微微打着颤抖 这时训犬师说 如果先前狗狗是在发脾气 那他现在的表现是真心害怕 他是因为害怕吸尘器 才会做出攻击性举动 而男主人现在可以把东西放下 稍微安抚他一下 但不要摸很多次 否则安抚就会被误解为称赞 等到狗狗情绪稳定一些后 他让男主人把吸尘器放回原位 在客厅喊狗狗一声 不过这次对方就像没听见一样 完全不想理会 这种情况下 男主人就需要强硬起来 直接抓着狗绳把他带回来 让狗狗明确感受到被控制的状态 什么时候这只法豆先一开眼神 做出躲避姿态 什么时候才可以退让 随后训犬师将两位嘉宾请来 狗狗又像先前那样扑上去吠叫了 不过当男主人按照要求 沉默地站在这条狗身后时 他看了看周围气氛感觉不太对劲 立马就变安静了 直到两位嘉宾进入客厅 这条法豆都一声没坑 只是敲咪咪地趴在旁边 而训犬师在课程结束前 给了男主人几点忠告 首先就是要很下心教育 这条狗现在都对父母咆哮 对儿子下口了 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 该管教就得管教 千万不能心疼 第二点就是按时出门散步 在他看来 男主人先前的一切都是找理由罢了 如果真想出门 完全可以避开孩子多的时间 不存在什么因为人多 所以只能两周散一次步 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 再怎么训练也没有用 第三点就是全家人都要减少对他的宠爱 冷漠一点 学会无视这条狗 时间都不用很久 坚持一周效果就会非常明显 알겠습니다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家男主人对狗的溺爱程度 是我都没有想象过的 而且后续训练中女主人压根就没出现 明显已经是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无法沟通也不想参与的状态了 不过从男主人后续传给节目组的视频来看 有在好好遵守和训犬师的约定 希望他能真心做出改变 不要为了一条狗冲昏头脑 影响到家庭和睦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